大家好 我是方瑜 今天是2024年9月10日 欢迎收看财经新闻 首先来关注网友CPChello在网上发文 美军退役四星上将杰克基恩·迦克克均 日前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Fox Business访问时指出 美国正面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具挑战性的威胁 邪恶轴心国之间互相合作与协调 并计划在短期内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作为拜登政府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成员 基恩透露了一份来自委员会得到的报告 内容显示中共国 俄罗斯 北韩 朝鲜 伊朗有意挑衅美国 他们觉得现在的美国很弱军事力量能力欠缝 关键资源储配不足 若多险多战恐怕难以应付 他们打算利用这一点多面夹击战胜美国 基恩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欧洲陷入混乱并不是偶然事件 伊朗利用代理人突袭以色列 在全球掀起反游热潮 这也不是偶然事件 他强调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突然多次嚣张挑起南海事端 不断试探台海红线 这些全部都不是偶然事件 这些都是他们计划好的 对此 国防战略委员会的结论是 这是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所未曾见过艰难时期 接下来 美国可能与中共国发生冲突 同时 俄罗斯 伊朗 甚至北韩都会加大力度 在不同区域制造混乱 以让美国无暇多面作战 也就是说 这意味着全球战争可能会爆发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一预定针对30项法案进行表决 这些法案锁定与中国有关的议题为目标 内容横跨香港 台湾 中国生物技术公司 无人机 电动车电池制造和外国人购买美国农地等多领域 不过更多的聚焦应对有关美中在技术领域的竞争 众议院也排成将多项中国相关议案提至院会等候投票 由于密集讨论和中国有关的法案 美国媒体普遍将这一个星期称为中国州China Week 国会本周进行的一系列有关中国议案的表决 被视为共和党人领导的国会 在应对北京所构成的挑战方面所采取的最新一波努力 两党成员在应对中国议题上凝聚了高度共识 都支持美国必须提出政策 提升美国竞争力并限制中国的影响力 本周即将进行表决的中国议案 也普遍获得了跨党派的大力支持 华盛顿智库主任克雷格·辛格尔顿 星期一在媒体简报会上说 这星期的中国州不仅仅是为了推进几项法案 更表明了一种转变 对北京和美国民众清楚表明 美国国会全面致力于打击中国的战略野心 对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的重视 说明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也是我们更广泛的战略态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众议院星期一也将针对一项 协助台湾遏制中国入侵的法案进行表决 由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法兰西西尔提出的《2023年台湾冲突阻恶法》 其核心内容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 美国财政部将有权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停止向中国提供金融服务 并将曝光中国在美国资产 不再保证中国在美国的资产安全 另一项与中国有关的法案将禁止美国联邦机构与中国的华大基因 华大制造、完整基因公司、耀明康德、耀明生物及其子公司 以及其他中国生技公司签订合同 法案还阻止美国政府与使用这些公司仪器或服务的公司签订合同 这项法案由时任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赦委员会主席 迈克加拉格尔·麦克格拉格尔今年1月提出 并获得两党议员支持 法案还详细记录了上述中国生技巨头和中共及军方的密切联系 目前、华大基因已被五角大楼列入中国军事企业 Chinese Military Companies 1260H清单 并被美国商务部加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 国会两党议员也一直呼吁将耀明康德及其子公司 耀明生物WuC Biologic也加入相关制裁名单 众议院将表决的法案还包括了一项法案 将限制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江创新在美国的运营 法案将目前主导全球无人机市场的大江创新公司生产的无人机 称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并出于数据安全的考虑 要求将其产品从美国通信网络中移除 提出该法案的纽约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埃利斯·斯特凡尼克·埃利斯·斯蒂菲尼克表示 这项法案将保护美国人的数据和关键技术设施 国会必须利用我们所掌控的而一切工具来阻止 中国对无人机市场的垄断性控制 斯特凡尼克说众议院即将表决的法案中包括了 美国将收紧措施限制外国人购买美国农地 审查包括土地、生物技术、运输、储存和加工在内的外国交易 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并采取必要行动 禁止外国对手购买美国农业用地 这项法案直接提到中国 朝鲜、俄罗斯和伊朗公民购买美国土地应列为因报告事项 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长期以来 联邦政府对中共不断增加购买美国农田的行为视而不见 任由中共将我们的安全置于危险之中 纽豪斯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 两台湾联合国协进会赴美虚联大讨论一中问题 第79届联合国大会本周将于纽约开议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星期一呼吁联合国秘书处 针对中共对联大2758号决议的扭曲 及台湾的国际地位召开听证会 美国之音报道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秘书长周德旺 星期一表示 该会9月13日将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举办记者会 希望让每一位进出联合国的代表和工作人员 都听到台湾参与联合国的诉求 也将举办软性的台语演讲和游行等相关活动 来争取美国民众的支持 另外 9月17日 该会将与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华盛顿时报 Washington Times 共同举办台湾民主与国际地位论坛 共同探讨此一争议的可能解决模式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2003年成立 旨在促请中华民国台湾政府以台湾国名分 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及各种国际组织为正式会员 并每年组成宣达团赴美 台湾外交部次长田忠光在记者会上强调 台湾2350万人被遗漏在联合国体系之外 主因是中共恶意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内容 误导国际社会接受该决议等同其定义的一中原则 更妄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以抹杀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的正当权力 对此 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黄奎博指出 台湾无论是想重返有意义的参与 或以台湾主权国家的名义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 都避不开中共从中作梗的难题 以上新闻由李方编辑整理 感谢收看 再会